可爱吗?快让男朋友做这个给你吃吧 先让他徒手敲一下饼干做一个蛋糕底 巧克力加一盒酸奶,隔水融化 趁热加一点吉利丁搅拌均匀 炒盒里加入奶油和糖,盖上盖子,平均摇晃99下 倒这样稍微有点浓稠就可以了 最后把它们混合均匀 倒进模具或者碗里冷藏到凝固 女朋友每个月特殊时期给她做这么可爱的蛋糕 她一定不会发脾气了 不用烤箱,不用打发 也可以做猫和老鼠同款的制式蛋糕 这入口即化的感觉真的太妙了 小老鼠Jerry斗智斗勇才能吃到的乳酪蛋糕 其实做起来无敌简单 新鲜的芒果和挪稠酸奶合二为一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依次加到锅里搅匀 最后加入芒果奶昔 全部搅匀后蛋糕糊就做好了 蛋糕成型后用小勺子手动挖出蛋糕上的乳酪孔 有盐有趣又好吃 咬一口细腻香醇还有芒果的甜香 祝大家也吃得开心 其实我试过最简单最好吃的巧克力了 只用到了三种材料而且有手就可以做 直接在锅里加入两颗蛋黄 淡奶油和巧克力 然后小火加热搅拌到融化 倒进模具或者小碗里 冷藏三个小时以上 咬一口入口即化 软到不可思议 超适合手残的小朋友 如果有男生在圣诞节亲手给你做这个草莓慕斯蛋糕 就嫁给他吧 没有模具的话用杯子做也很漂亮 又简单又好吃 把新鲜的草莓加喝不胖的酸奶打成奶昔 把奥利奥饼干敲碎 加入融化的黄油搅拌一下做蛋糕底 纯牛奶加白糖 小火加热的融化后关火 再加入吉利丁和准备好的奶昔 搅拌均匀倒入模具里 中间再加一层草莓粒 最后顶部拔好切开的草莓 冷藏三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吃了 酸酸甜甜入口即化 比冰淇淋还要好吃 而且超有圣诞节的氛围 不用烤箱的话 提拉米苏是最简单最好吃的甜品了吧 嗨我是猪猪女孩 今天做最简单的家庭版提拉米苏 传说提拉米苏是要给心爱的人做的 那就花30秒去做个好吃的给心爱的人吧 芝士要提前软化好 用勺子把它压顺滑 再加入之前做好的蛋黄糊和蛋黄油 搅拌均匀 芝士糊就做好啦 提拉米苏的夹心是手指饼干和咖啡酒 其实不喜欢酒味的可以不加酒 夹心用自己喜欢吃的小饼干就可以啦 然后一层饼干一层芝士糊 这样叠两次 最后把表面瓜皮冷藏三个小时以上 再撒上可可粉就可以开的啦 真的难以形容它的美味 你一定要试试 喜欢吃芒果的在哪里 傻瓜的芒果慕斯不可能失败 如果失败了 难道要我手把手教你吗 先把你蒜的块小饼干敲碎 加入黄油 搅合搅合压实 芒果切成小块 榨汁 然后把屏幕左侧的材料 加热到融化 搅拌均匀 难度系说真的只有一颗星 倒进模具里冷藏三个小时以上 黄色的镜面同样简单的没朋友 再冷藏半个小时就可以脱模啦 蛋糕表面加点芒果装饰一下 真的太香了 你们一定要试试 谢谢大家